這一點你要了解 不然呢 你現在得癌症 你一直懺悔 一直懺悔 然後你還在吃肉 那你懺悔沒用啊 因為你的癌症就是吃肉來的啊 吃肉是個最大的助緣啊 所以各位 你身體有病的時候 你馬上不能吃肉啊 這個世間有輪迴的 有地獄的 這個是真相 騙不了人的 不能說眼睛看不見 我及時醒了 我管他後面的因果 那就是你很無名啊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們為什麼要懺悔 哎呀 就是我們過去無名啊 造了很多惡業 貪稱詞 為了名 為了錢 為了色 然後呢 為了欲望 不斷地造惡業 所以你現在身體已經開始發作了 病了 你現在心裡已經不好睡覺了 很痛苦啊 很痛苦啊 所以你就要虔誠懺悔 而且求藥師佛來解冤結 求佛菩薩解冤結 但是你一定要有斷除這個惡的決心 懺悔才有用 如果你只想 有一種人他得癌症了 然後他就一直懺悔 然後這個冤親在主來找他 他為什麼會得癌症 因為他在某一個心態的煩惱是不對的 他不從這個懺悔 他只想要從這個懺悔季我來拜 然後我就不生病 沒有用了 你必須檢討你的內心裡面 你的內心裡面 念一下 罪從心生 心滅罪無 失明真懺悔 所有的罪業痛苦是你的起心動念來的 所以懺悔必須從你的內心 心如果滅 何罪只有呢 如果你內心裡面 不消除這種負面的 僥倖的 不好的心態 你外表拜完十萬拜也沒用啊 沒有用啊 我以前有一位弟子很喜歡拜佛 我每天拜佛 大家講話就會拜佛 那時候我說 拜佛 我每次看到 你看到漂亮的女生 你就跟人家講話 你這樣拜佛 我說那你要拜佛可以 你要懺悔 我這個好色的眼睛不要好色了 我這個好色的眼睛 你這樣拜才有用啊 結果人家講話你在拜佛 你還看不見人家 你看 我晚上這麼精進 你看你們還在聊天 還在拜啊拜啊拜啊 這樣 後來呢 還俗了 跟女人跑了 因為她懺悔 根本沒有從內心去懺悔 她還好色好色的 所以她這個好色的心態 就勾招那些好色的姻緣來找她 就破壞她的戒律了 那現在她可能跟那個女人在一起 好像很快樂 那女人又有錢 請問她將來會不會下地獄 給你快樂八十年好了 地獄是一百九十億年啊 現在那個女人天天給你一百萬快樂的不得了 但是你下地獄的時候最短的一百九十億年啊 而且生生世世為這個而苦啊 所以各位你要眼光看遠一點好不好啊 現在你吃肉很營養啊不錯不錯 那你將來啊 你吃一塊肉要 吃一塊雞肉要五百四做雞被殺被吃 吃一塊魚要五百四 你好好拿算盤算算好了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所以學佛一定要有一個來 出離心 恐怖心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我們一定會下地獄的 然後我們會很痛苦的 那這個我們之所以會下地獄就是因為我們滿足欲望 沒有真實的出離心 所以你要斷除這個痛苦 你要從心斷掉 斷掉 再捏一次 放下土刀 立地成佛 不管你國軍你是殺人魔王啊 強盜啊 土匪啊 強姦犯啊 那你願意懺悔 那你的來勢命運就改變了 不然呢 很可憐很可憐的 我碰過幾個修行人 到老了發瘋發瘋 然後呢 亂罵人 發瘋 死了像很難看我們就知道他下地獄了怎麼辦 好 因為 因為他不了解佛法 他認為佛法是一種滿足欲望的東西 好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我們要懺悔 必須有剛剛講的 再念一次 恐怖心 出離心 大慚愧心 這要有這個 很恐怖啊 我很怕苦 我們之所以修行就是怕苦 要講嗎 怕苦怕苦 好 所以很恐怖 下地獄很恐怖 被砍被殺做惡鬼很恐怖 所以但是 這個恐怖是來自於我們的貪嗔痴 所以要有處理性 那而且你內心起貪嗔痴的時候 你要很慚愧 就像各位女人 你看到一個男人長得不錯 慚愧 阿彌陀佛 那是我老爸 今天你是個男人 看到一個女人長得不錯 還蠻性感 我怎麼可以對我媽媽想要幹嘛 眾生都是父母 不能有那個想法 知道嗎 你要馬上升起這個 這個慚愧心 然後趕快一起念佛 第四個來 念佛報恩心 唉唷好在有佛法加持 不然我就要 懸崖樂馬 我就要馬上下地獄了 你不能說管他了我 我就繼續貪神吃好了 要有這個念佛報恩心 我要求佛求佛 第五個來 大悲救苦心 那我今天能夠聽聞佛法 我才懂得懺悔 但是很多人都還在貪神吃 就像各位你以前是抽菸的人 現在你不抽菸了 那你看到抽菸的人 你也不要罵他 你會覺得說好可憐 我過去就是他這個樣子 我過去喜歡 像我是愛釣魚的人 現在還在放魚 所以我每次去海邊去救魚 看到別人在釣魚 那個人就是我 這麼努力你看 三金半夜跑來那邊排隊 在那邊釣 太陽那麼大海在那邊釣 那就是我 魚吃啊 所以我就一直回向給他 一直回向給他 默默地在後面回向給他 那個人很奇怪 一下魚乾收一收跑回家了 那邊有正面的力量 他就不想釣了 奇怪 釣不上魚了 然後他就沒意識地回去了 所以你只要給他正面的力量 你不用去罵他 他就會改變改變改變 這個叫大悲就苦心 而且你大悲就苦還不能有分別 有些人說 我在懺悔 譬如說這樣好了 講一個最難聽的 你老公外面有外語 然後你也知道你的業障來了 所以你在懺悔 結果你老公一進來以後 你又罵他 我看到你的生氣 不行 懺悔的時候 甚至那小三打電話 你更生氣 那不行 懺悔你也要跟他懺悔 這個叫什麼 第六來 冤親平等心 懺悔必須具足冤 不能說 雖然我現在在痛苦我懺悔 但是看到那個 造成我痛苦 我還怨他 那就沒有用 所以同樣大家要懺悔 如何達到力量 冤親平等心 第七個 等一下 關業性本空心 雖然我們在懺悔 我們現在的腰痠背痛 癌症感情的痛苦都還在 只是減低而已 但是這個減低 各位一定要這樣思維 這個痛苦跟快樂的本體 是暫時虛幻的存在 對不對 你要這樣去觀想 所以要關業性平等心 它是沒有分別的 雖然我身體正在生病 但是我的本體沒有在生病 我的生病的本體也是空性 所以我們懺悔要具足這七種心 來 再跟我背一下 來 大慚愧心 自己要覺得自己很慚愧 不言 再來 大恐怖心 我造了這麼多惡業怎麼辦 大恐怖心 一個人有恐怖心 他就馬上收山了 他不敢再做了 第三個 大出離心 所以我一定要 出離這個業 那業是從我的煩惱 探嗔痴 煩惱是從我子來的 所以我一定要有出離心 那靠著誰呢 第四個 念佛報恩心 念佛 所以我要來拜三昧淬 梁黃寶燦 忏悔祭 念百智明咒 拜奧彌佛 都可以啦 讀宋大乘經典 都是忏悔業這樣的 很好的方法 念佛 報恩心 再來 對著眾生 不能我自己 唉呦好在我現在沒吃肉了 但是別人還在吃肉啊 所以你也要替他們忏悔啊 所以第五來 大悲就苦心 大悲就苦心 那麽總經理看了蠻快樂的 那些廚房來跟我拍照 我站在總經 噢我比較誇張 噢我比較誇張 噢我這些都是殺業很重啊 還靠在我身體 我全身都痠痛啊 但是我一定要為他們念 替他們修業障 他碰到我 我還送他最寶貴的佛像 也待在你身上 讓你趕快修業障 轉業好不好 變成素食餐廳老闆 但是他們一碰到你就會感受到那個苦 他們不是故意的 但真的有那個苦 所以你要有大悲就苦心 也不能怕他們 而且要對他們特別好 因為如果你看不起他們 他們就會 呃我在你面前沒面子 我就不想來參加法會 所以我經常去監獄啊 我們台灣的監獄 我以前都跑平那些死刑犯 重刑犯都很壞的 都很壞的 但是你要特別對他們悲心 這些爸爸媽媽們真苦啊 你要對他們好一點 也唯有去那邊 我可以培養更強烈的悲心 因為到監獄沒有錢沒有名 沒有人認識你的 聽你好就多講兩句 聽你不好 噓噓噓下課了 監獄裡面沒有人理你的 那典獄長 我們請來鼎鼎大名 生命電視台海桃 海桃法師 你不講還沒事 講了我還被罵 因為這男人最討厭人家 就是耗我知名度 對不對 你講這個還不好 所以我有時候 不要講 不要介紹我 有一位出家人要來跟我們聊聊佛話 這樣就好了 他心裡比較平衡一點 但是你要 這個時候你 講的內容都不重要 重點是 你的悲心 能不能讓他們感動 媽媽的心 他看到你 像看到自己媽媽 他突然軟化 就是這樣 那些 那些槍手就這樣 他殺了三個人 準備自殺 我們就只好找 找那個他媽媽來 他看到媽媽槍就放下 心軟了嘛 同樣這個意思 像我們最敬仰佛陀 敬仰觀音菩薩 當你想要做壞事的時候 趕快念觀音菩薩 你心就軟化了 不要去做壞事了 因為這是我們的信仰 所以 當我們要死了 趕快念阿彌陀佛 我們心就放下了 對不對 所以但是沒有信仰的人是 我兒子回來沒有 他看到兒子一面 他才要斷氣的 他看到兒子斷氣 也不能去淨土啊 但是他有一個執著 所以各位來 第五個在念是 大悲救苦心 第六 冤親平等心 所以你一定要對 傷害你的人 你要 就像你親生愛的兒子一樣 這才能夠懺悔 因為我們之所以造業 就是有這個分別性 再來 觀業性本空 那雖然我們一直在懺悔 我們還是在痛苦的階段 那這個痛苦也是個空性 你要這樣思維 不要被痛苦抓走 各位在背喔 再背一次 來 大慘愧心 大恐怖心 大出離心 念佛報恩心 大悲救苦心 冤親平等心 夜性本空心 夜性本空心 所以在快樂 在痛苦 都是虛幻的 都是假的 好不好 今天給你十億的人民幣 擺在你面前 那只是一堆紙而已 如果能夠拿來放生 照佛像 那還有意義 對不對 你給我一堆紙沒意義啊 我蓋整棟大樓 如果可以拿來給人家共修多好 那我住沒有意義啊 這個叫夜性本空 如果你沒有這個空性 嘩 嘩 哇 這個錢是我的 那代表你沒有空性 你有貪心 貪心就是 惡鬼道 稱恨心就是地獄道 愚痴執著就是出身道 那我們怎麼 人面壽心 那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要 時時刻刻保持正念 因此 你可以不扮演 鼓羚時情 西沙早逐河野 皆有故事坦存痴 从神与一世说生 一切我尽见长辉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